再来是一旅镇的灾情 一天一夜的大雨 玉里的中永路口路标 以及荣树是连根拔起岛 在路口处阻碍了交通 玉里清洁队出动了超过20人来修复 让民众能够安全的通过 一天一夜大雨 玉里的中永路口路标 以及荣树连根拔起岛在路口处阻碍交通 玉里清洁队出动超过20人来修复 让民众能够安全通过 位于我们中永路跟新国路交叉口 我们这棵大树已经倒叉了 它造成了我们的交通的中断 那我们在今天一早的时候 就请我们的所有的那个清洁队员 加班来排除 另外玉里镇环兵所长表示 玉里镇上目前有五处地点 都有路数倒塌影响交通的情形发生 也表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路数清除 有五处的地方 就是树木倒幅 然后造成我们的那个交通受到影响 那我们现在从早上七点半开始 就陆陆续续开始在移除这些倒墓 然后让我们的室内的那个交通可以顺畅 至于倒塌的路牌 也将会先放置一旁 不影响用路人为原则 交给建设客来处理 到下午为止 中永路以及其他路数倒塌的地段 也都已经恢复同行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